主料,麻果一个200克,牛银100克,却炒淡奶油1克大约250克,糖粉40克,辅量,糖粉40克,黄油10克,低筋面粉80克,蛋黄2个,柠檬汁3滴,淡奶油加上糖粉40克打饭好,放到冰箱冷藏,备用,并制作方法,一黄油放入停底锅加热融化酱而放凉,但不凝固2,面糊制作, 鸡蛋打散,里面放入砂糖,搅拌均匀,放入筛锅的低筋面粉混合均匀,再放入放凉的黄油,搅拌均匀,我用的是调动打蛋器,搅拌但没有结块或颗粒,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,3,平底锅里的油擦均匀,不进油地位移,取一大汤汁面糊放进锅中间后,顺时针左右摆动平底锅,让锅中的面糊附着均匀, 然后上火加热,摇动平底锅,是平底锅受热之云,丁鼓起,并脱离锅底说明,饼已经是成熟,倒扣平底锅,面饼自然脱落,反复重复,制作需要的数量, 一层饼二层,奶油三层果肉,榴莲或者芒果四层奶油,反复制到封锅,我一共做了13层饼,自己做的饭源很足啊,开动吧,烹饭技巧,平底锅制作并需要点煎饼技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谢谢观看